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飛翰天娜 今天德國之聲有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就是德國人現在他們怎麼看中國 很值得參考 也都真真正正理清楚 中國和歐盟和德國之間的關係 沒有什麼新聞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篇報導 歐盟駐華商會會長伍德 他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 他就離任了 他接受藍德意志部採訪 吳德克認為以貿易促進變革改變的 現在不是對方 不是北京 是德國 新蘇黎世報在六四之際回顧中國的民主運動 歐盟駐華商會主席 吳德克向藍德意志部介紹 中國地方官員對於外國投資者 鋪出紅地毯熱烈歡迎 然後這樣的魅力攻勢之下 歐洲企業仍然表現出很大的謹慎 中國已經金飛息比 經濟增長不再那麼強勁 排在前面的十大歐洲公司 佔到在中國的投資約八成 他們會繼續投資 但是較少的企業已經暫停建 即是說如果不是最大的大企業 不會再投資 在中國身上或者離開了 這個與美國的情況截然不同 在那裡德國的經濟界非常興奮 再工業化令到德國工業也收獲了訂單 這個與中國的悲觀與危機 分為形成的朝鮮相對比 吳德克他說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房地產 這個佔到國民經濟的四分之一 即使停工的項目繼續施工 但是新開發的幾乎沒有了 另外在出口的領域 中國上年向歐盟輸出了640萬個集裝商 即是貨櫃 歐盟對中國只有160萬個貨櫃 即是集裝商 這個顯示出中國歐洲消費者的依賴性 在工業生產方面 能源供給不斷出現問題 青年的失業率居高不下 在大城市約有20% 中國的私有經濟界 他們是非常聰明的民營企業 他們有靈活的頭腦 中國是由民企巨頭 就像阿里巴巴馬雲騰訊的馬化騰 向前推動的 而正正這些人現在在這裡受到懲罰 而各有企業則受到扶持 現在 在中國的私有企業 一直是給出了一個方向 但過去私有企業有更大的空間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也都曾經給他們 將他們帶到共產黨裡面 現在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則擔心葉利欽在俄羅斯的一幕重演 當時的私有企業接管經濟和媒體 最終黨分崩離斥 在中國我們現在還沒看到 六十年代的文革時候 但方向是這樣的 而過去德國有關中國的辯論 裡面總是提到 以貿易促進改革這個口號 中國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當時可以預計的 吳德克說 以貿易促進是實現的 中國改變了我們 過去我們從未想過 現在 在我們看來 德國的投資者的國籍 中國人給我們展示了的工業政策 吳德克更加表示 中國有著極大的潛力 如果能夠完全自由化 但是黨看不到這一股潛力 他們只是想保持控制權 六四之際 客座評論回顧中國民運 艱難的歷程 不惜的火種 以從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 到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 之後病世獄中 以及後維權律師被打壓 評論說 多年來中國建造了一個反烏托邦的系統 用攝像頭和中央數據 監控本國民眾 但是這個系統也都同樣 不能夠摧毀異議人士的抵抗 理由很簡單 因為政治活動人士 是有意識地從事這個活動 更加加強了國家監控 也都不能夠對其態度有所改變 另外 這些人願意為自己的抵抗 而忍受牢獄 甚至更差的後果 這個是監控所不能的改變 實際上這幾十年 中國的社會繁榮 改變不了中國共產黨 它只是改變了西方國家 為利益放下了自己的民主自由價值觀 有興趣上網看一看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